纽约州长霍楚近日表示 该州正在考虑向寻求庇护者发放工作许可 以避免他们等待联邦一级许可的漫长时间 纽约时报指出 此举将使纽约成为第一个公开挑战联邦法律的州 凸显出该州移民危机的严重性 过去一年以来已有逾十万移民涌入纽约市 纽约州议会已经提出法案 将为那些已提出联邦庇护申请的个人建立一个州级工作许可项目 霍楚并未支持任何特定法案 强调他的律师仍在探索多种方案 白宫官员对向移民发放州一级工作许可表示反对 称发放工作许可非常明显是联邦政府的权利 根据联邦法律申请庇护的移民必须等待至少180天才能获得工作许可 移民法专家表示 发放州工作许可将违反联邦移民法 近日 法国国家频率管理局发布公告称 检测结果显示 苹果iPhone12手机的电磁波辐射值超出欧盟标准 并已要求该公司自当日起从法国市场暂时下架这款手机 苹果为该机型辩护称2020年推出的iPhone12已获得多个国际机构的认证 符合全球辐射标准 苹果已提供该公司和第三方实验室的多项结果 证明该手机符合法国国家频率管理局的要求 正在对该机构的调查结果提出质疑 法国此举引起了多方关注 随后 比利时、德国等多个欧洲国家相继表示计划跟进进行调查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月13日宣布 欧盟已经就中国政府向本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提供巨额补贴启动调查 以决定是否对获得政府补贴的进口中国电动车实施惩罚性关税 从而保护欧盟的汽车工业 他说此类补贴让中国电动车制造商得以在欧洲市场上压低价格 对欧洲车企构成损害 欧洲的汽车制造商认识到 为了消除中国在发展更廉价 更适合消费者车型的领先地位 他们必须努力生产成本更低的电动车 欧洲对来自中国的汽车征收10%的关税 但美国征收的税率高达27.5% 中国的制造商利用这一优势在欧洲市场开拓了一个重要且快速增长的立足点 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中国公司向9个欧洲国家出口了近35万辆电动车 超过去年全年的出口量 对于欧盟的决定 中国商务部14日称此举是赤裸裸的保护主义 将严重扭曲全球汽车供应链 并对中欧经贸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据美联社报道 截至9月14日上午 遭到飓风丹尼尔重创的利比亚德尔纳市遇难人数上升至5500人 仍有至少9000多人失踪 该市市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考虑到被冲毁的社区数量 遇难人数可能会攀升至2万人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驻利比亚的一名官员透露 考虑到仍然失踪的人数 目前 遇难人数可能达到7000人 报道称 利比亚东部卫生部长表示 德尔纳已经开始埋葬遇难者 截至14日上午 已有3000多具遗体被埋葬 另有2000具遗体仍在处理中 报道还称 一名联合国官员同日表示 如果气象服务正常运行 他们就可以发出警告 应急管理当局本可以进行疏散 世界气象组织早些时候表示 利比亚国家气象中心已在洪水发生前72小时发布预警 通过电子邮件和媒体通知当局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警告是否或如何被采取行动 目前当地救援队仍在搜寻失踪人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的房子 可抵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的房子